大家可以看到 从今天早上 路透社发表文章 来报我们整个的抗议 然后到当午到现场 第一波来人 再来一波警察 再来一波警司 那个警司 他为什么态度那么严厉 因为现场还有他的领导 因为那个警察已经告诉我 他说大领导 带粉色领带的 下达命令了 还说大领导 想让我们在现场 拿什么呢 拿这些我们的所有的标符 但这个警察说 你们那是抗议 不让你们拿标符 这算个啥 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察 反而大家知道 这背后就像路德斯本 他为啥他说 他有胆子 他能说我威胁 你给我2.5亿美元 因为他司法部有黑手 因为他背后 有美国身体力量 同样的 这个大领导 可能是跑黑行人 可能是这个司法部黑手派 我也不知道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 对吧 没有人跟我们讲 他为什么要过来 看起来他是这个警司的上司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愿 这个警司 他只是在做他的这个工作 他可能承担了 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感谢这个警司 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还给了我们更多的场 最重要是 面对检查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 我们的和平和抗议 宪法里有保护 不要有任何害怕 而且要相信法律 懂得法律